哎呀 没事吧 哎呀 没事吧 没事 脚崴了 那你去上车鞋吧 那你去上车鞋吧 脚 没事了吧 啊 没啥事了 啊 那行 等我来个电话 下午5点半我家聚餐 现在3点半 你告诉我租这女朋友不来了 我必须得给你擦拼 你这是宿静友是吗 嗯 你开这么好的车 不可能没有女朋友啊 真没有 因为啥呢 我刚从国外回来 然后我妈一直给我安排相亲 我也不愿意去 因为我平时开一家小公司比较忙 我这个个人问题确实是没法解决 哦 我知道了 那你看哥 刚才你扶了我 不然我去吧 那行啊 那太细路了 哎 这不如是骗子吧 对呀 你不会是骗子吧 我真不是 你这样 我这边有点小见面礼 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苹果12啊 在我金条这方面跟我去一下 我就去 这就给他了 要不我去吧 啥 你去 不怕你对象生气啊 你也不像人 那拉倒吧 不是 我没有对象哥 你别硬瞎说 哪有啊 所有人都知道 你俩已经热火朝天 烙半年了 你要是有男朋友的话 这门你确实不太适合帮 他跟我去也有养 不是 那朋友之前还正好聊天呢 对吧 不是男朋友啊 不是 爸妈 他总去月店 你家人知道了 不太好吧 去读过吗 不 我就偶尔去一次 就同学聚会去一次 啊 现在偶尔去一次也可正常 对 我可以让我不去 谁还不玩味儿 他那眼角都是开的 然后鼻子也是整的 这要是给你家里人吃饭 看出来了 这多不好呀 那倒是 我问你怎么回事啊 你出来 来 你过来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你现在明天脸上里讽刺我 你有意思吗 我讽刺什么了 我只是缠出一下事实 看你天天画得给我狐狸精似的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穿那么丰盛 你够你谁呢你天天 我穿个裙子怎么了 你懒得我去 呵呵 你在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发火 天天让我骗你男朋友点事还怎么 你以为你点事我不知道啊 你在说啥 咱俩不是好姐妹吗 算了吧 我天天都懒得骗你对象了 也不知道天天是哪个男的搞一席去了 你说这干嘛 哥 你怎么走了 哥 你别人家瞎说 你这就不想去嫉妒我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这么说对得起我吗 我一直都在为你考虑 为我考虑 你说你都要跟他回家了 他父母要是知道 你又去夜店又整容那些事 该怎么想你啊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 你好意思 你你怎么看 温的 挡íbíbíb 你ups